新冠变种病毒Delta肆虐全球超过100个国家 传染扩散的速度飞快 也让各地的疫情是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的午餐会尽头就要到马来西亚 也遇到同样的状况 近期跟Delta有关的病例也迅速在增加当中 继续请主播龚华顺进一步的来为我们说明 华顺午安 顺文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超过1万宗 卫生总监诺西山在前天就已经预告 目前的确诊数字还不是最糟糕的 他估计在未来两个星期内 确诊人数还是会继续上升 为了对抗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 加快疫苗的接种速度 成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的首要任务 新冠病毒持续在马来西亚肆虐 在7月13日 马来西亚的单日确诊病例首次破万 达到1万1079宗 每日确诊病例不断创新高 卫生总监诺西山均告国人 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也呼吁大家要尽快接种疫苗 为了加速疫苗接种计划 马来西亚政府增设了多个疫苗接种中心 政府诊所、公共礼堂、大学礼堂、体育馆都变身成疫苗接种中心 达立州金堡拉曼大学也将校园变身疫苗接种站 为民众提供得来速疫苗接种服务 在金堡其实只有一个疫苗中心是在金堡的大宗会堂 可是那个礼堂的空间稍微比较小 每一天最多能给600个人打疫苗 所以如果想要加快金堡人民的这个接种的速度的话 势必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 我们的金堡校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礼堂 位置会比较阔 停车位也多 教会比较适合作为得来速的疫苗接种中心 我们就可以帮助到现有的这个金堡的民众会堂的疫苗中心 可以分散一些人流过来打 金堡拉曼大学得来速疫苗接种站 为金堡疫苗接种中心分担工作 施打第二剂疫苗的民众将会被分派到这里 施打第二剂疫苗的过程比第一次施打简单 民众也不需要下车 因此省去寻找停车位的麻烦 过程快速又简单 兰曼大学拥有自己的医护科系 但医护团队主要分布在雪兰俄州双西龙镇的校区 因此校方面对人手调动的问题 霹雳慈激人一会便安排人力前来支援 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就是请假的 甚至有一个医生是特别关掉他星期一的医院 每一个星期一他都会过来帮助接种疫苗 疫情当前所有人团结一致 发挥两能 主动为国家达致全体免疫的目标尽心尽力 成为一个疫苗主席者不是想要走那么容易的事情 需要跟很多很多的有关单局 然后申请很多的证件 希望汇聚众人的力量尽快完成疫苗接种 让疫情能够早日平息 大海新闻余韶连娘保 仁李嘉宁马来西亚报道 大海新闻余韶连娘保